大陸之前埋下了国外的旧航空母舰 打造了辽宁号 他们还训练了歼15战斗机的飞行员 从辽宁号上起降跟重新起飞 整个训练过程都拍了下来 还制作成一段影片 这看起来水准还蛮高的 有点像是阿汤哥以前的经典电影 捍卫战士Top Gun的翻版 这部名为为梦想领导的MV 长动六分多钟 一开始就有阿汤哥 汤姆克鲁斯80年代主演的电影 捍卫战士Top Gun的味道 而主角歼15战机 更被塑造得像电影 《机战未来》里的未来战机 歼15是大陆目前空军的主力机种 也是目前唯一在辽宁舰上 起降的舰载机种 MV里不仅记录辽宁号上 所有人员的生活作息 还用唯美的手法 处理歼15训练的过程 抽军刀的桥段 戏剧性地点出歼15和辽宁号 在大陆航母发展史上的地位 透过直升机空中拍摄 以及机舱内安装的多个摄影镜头 多角度忠实呈现空中飞沙 歼15起降 翻滚 作战的飘悍性 短片中许多珍贵镜头首次曝光 例如触见复飞 接触甲板后重新起飞 还有钩索降落等种种科目 片中戏剧感官效果十足 让外人看了一部现代短板的捍卫战事 记者 张岳编译